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讲师金叶宇峰 我们本节课呢 来带带领大家探讨一下 C++常见问题当中的动态 分配内存问题 动态分配内存呢 我们包括 两个方面 也就是两种方法的可以进行动态分配内存 第一种方法呢 是使用new 动态分配内存 并且呢 使用delete 来释放 所申请的动态内存 第二种方法呢 是使用malloc 来进行动态 分配内存 也就是动态申请 而free呢 也就是相当于是delete的作用 释放动态申请的内存 关于他们的形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动态 new和delete的话呢 它的这个形式 比如说呢 是这个 类型名 新号 指针变量 等于new 类型名 OK 这样看起来呢 还不直观 我们就举个例子 我们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Int型的变量 兴 pNumber 等于 NewInt 对NewInt 然后呢 数组的话呢 数组的话 就是这个 类型名 兴 指针变量名 等于 New 类型名 然后呢 是元素个数 然后呢 我们来 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 定义一个这个 硬术型的 I等于 5 定义硬术型的 数组指针 动态分配 路组 数组等于 NewInt 中号 I I呢 也就相当于是我们所申请的 数组的 个数 数组的元素个数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 继续呢 来看一下 就说是我们的 Maloc 和 Free 它动态申请内存的 方式 我们的Maloc呢 它其实是一个函数 它的函数原型呢 为 void 函数原型 为 void Maloc 然后呢 它是有参数的 Azend Int Size OK 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short型的指针变量 P 给它申请内存 为什么呢 当然需要强制转换 short型 然后呢 再调用Maloc Maloc函数里面 就是我们 所要申请内存的 字节数 Lean 乘以 Size of short 就是我们所申请的这个 长度 申请几个 然后呢 乘上一个我们short的字节数 它呢 求的是我们 short的字节数 然后呢 乘以Lan 就是总长度 而Free的话呢 它也是函数 它的函数形式呢 为 void Free 括号 然后呢 参数为 void 所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释放的时候为这个FreeP就可以了 FreeP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我们使用New和Delete以及使用Maloc和Free动态深情内存和释放内存的语法解释以及简单的示例 下面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通过代码来具体的来讲解一下他们在程序当中的应用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这个New和Delete New和Delete 当然我们是申请和释放动态内存 然后呢是申请一段那个数组 我们首先需要引用同源键 先引用同源键吧 因为是4天家 所以呢需要 include IoStream 然后呢命名空间我们可以在外面引用 也可以在里面引用 UsingNamespace Std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使用Maloc 哦不对 使用New来申请动态申请内存 比如说呢 当然我们需要这个定义一个英特性的Number等于0 然后呢 这是这是定义整形变量 代表我们数组的个数 这是数组个数 我们注视一下数字个数 然后呢 呃我们这个Cout 请输入 数字个数 andL 我们接下来呢 就呃接收用户的输入 SingNumber 好的 这是获取数字个数 我们键盘输入之后呢 把它保存在Number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依次来输入数字的个数 键盘输入数 还是数字质呃 数字元确定 椰数 比如说 数字个数字个数管数 然后画行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户就可以输入了 输入的时候 我们每次输入一次 我们需要申请一块可存放Number跟Int型数据的动态地存 并且将手地址复制给SZ Int型的指针面量 PSZ 等于New IntNumber 在我们这个SZ里面 就是我们的申请的动态内存 它可以存放Number 比如说它Number为10的话 我们可以存放10个Int型的数据 OK 这是动态申请内存 动态申请内存 接下来我们就来在Fortion化当中 给它复制 forInti等于0 i 小于Number i++ 然后我们就 C应P SZ i 在这个复循环当中 我们这个 就是说是为动态数组当中的元素来复制 它已经申请了内存之后 才可以进行复制 没有申请动态内存 它是不可以复制的 如果复制的话就会出错 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数字元素 依次输出 forInti等于0 i 3 小于Number i++ cOnt 第1个数 第1个数 为 pszm n的L 这个呢是对我们数字进行这个元素的输出 使用完之后呢 使用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使用 new申请了动态内存之后 我们就需要使用delete来进行删除 然后呢我们来delete删除 呃数组的话呢 它需要加上一个中括号 然后的话呢 就是呃指针的变量psz 这是释放动态内存 释放动态内存 好的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先生成解决方案 好的成功之后我们运行一下 比如说呢我们输入的number为3 然后呢请依次输入三个整数 输入12 空格17 空格9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第0个数为12 第1个数为17 第2个数呢为9 一次呢就是把我们存入数组当中的数呢已经输入出来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在代码当中 呃接收用户输入一个整数 首先呢是接收用户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呢一次呢 确定要声明的内存块的大小 通过我们这个整数来确定我们所申请的内存块的大小 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 体现了我们new命令的优势所在 同时呢使用指针 PSZ 来对数字元素呢进行输入输入操作 操作的过程当中 首先对数组呃当中的元素进行复制 也就是存储数据 以及呢数据的输出 完成之后呢我们对这个数组也就是我们动态分配的这个内存 呃使用完成之后呢最后我们需要使用delete 来对申请的内存区域呢进行释放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释放动态内存 释放完成之后呢我们这一块要为了防止 PSZ变成野指针 我们需要让PSZ指向那了 才完成了我们的程序的这个编写 所以说我们刚才虽然说只是释放了他的这个动态内存 而我们这个PSZ呢他 他呃没有指向了没有指向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野指针 我们让他指向那了他就不是野指针了 好的这是我们的new和delete的用法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解 malloc和free的简单的代码示例 首先呢我们把刚才的new和delete给他屏蔽掉 然后呢我们是maloc 和malloc和free 首先呢我们是using namespace 使用命名空间 接下来呢我们使用malloc申请一块动态内存 int 我们这 呃这段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申请块内存 存储的是五个元素 啊这个p呢他存储的是五个元 int型的元素 这是五十个数 然后呢是字节数 我们总共申请五个元素 每个字每个元素呢他占的字节数 是size of int 五个呢需要乘以五 然后呢我们这个see out 請输入 请输入五个整数 andl ok然后呢我们就通过for循环呢来接收我们所输入的五个整数for 然后inti等于0i小于5i++接收键盘的输入c运含数来接收 星括号p加i旋环输入五个整数ok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see out 您输入的第三个整数是多少我们输出他第三个整数 您输入的第三个整数为p2 andl 应用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释放所申请的动态内存 需要freep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请输入五个整数 比如说呢我们输入一三五七九 您输入的第三个整数呢为5 ok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代码当中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代码当中首先呢我们是使用malloc 动态申请了一块可传放五个int型数据的内存 并且呢我们通过for循环结构来对五个数据呢分别复制 就是对我们键盘所输入的数据让他把它复制给我们的p当中的五个就是 int型的这个数据使用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free函数来释放所申请的内存 其中呢我们这个p呢它是指向所申请内存块的指针 编译器呢可以完成由任何类型指针的这个向我们void型指针的转换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freep而不用去转换它的类型 就可以实现内存的释放我们的malloc和free呢由我们前面介绍的new和delete一样 程序当中呢应该避免释放已经释放了的内存比如说我们释放了p之后呢我们不能再继续来调用freep来进行释放 因为它的内存已经被释放了所以呢不应该再重复释放 ok因为如果指针为nalla的时候呢多次释放没有问题 因为呢它并不指向任何的内存块 好的呃这个呢是我们的malloc和free的用法 在我们本课程当中呢我想大家应该学到就是动态分配内存的动态分配内存和申请和释放内存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是使用new和delete来进行分配和释放 第二种方法呢是通过malloc和free来动动态申请内存和释放内存 呃当然学习完成这一个课之后呢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掌握的呃指示点 以及呢他们的呃在程序当中的用法 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一块呢必须让他等于nalla防止野指针我们注视一下 防止野指针ok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杰克的吸体 吸体 利用 利用 new和delete 进行内存 的 动态分配 的 动态分配 并且呢 进行初始化 最后 输出内容 ok 呃 我们本题呢 主要的是要求大家呢 学习动态分配内存的相关知识 重点呢 是掌握new 和delete的使用过程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自觉的完成我们本例题 好的 这是我们这期课所讲解的动态分配内存的两个方法 好的 谢谢大家